原住民族群的文化 就是得要狩獵 就是得要採集 為什麼我們的文化必須要滅亡 為什麼我們要消失 大家好 我是巴奈 我小時候大家都很窮 然後大家的房子都很小 我也有一些小學的同學是 直接就出去打工 上高中的時候 學校開始會給原住民族同學 每個月會有一個 像生活費的錢 我開始在感覺 這個錢為什麼要給我們 開始在感覺自己的身分 似乎比較特殊一點 在普遍的觀察裡面 會覺得原住民過得很好啊 原住民這麼會運動 原住民這麼會表演 在現在的權力結構上 所有的分配 其實都離我們本身非常的遙遠 原住民的文化是在滅亡的 我要代表政府 向全體原住民族 致上我們最深的歉意 蔡總統的道歉是 2016年的8月1號 我覺得這個道歉的形勢非常荒謬 族人到總統府裡面 來做這個道歉的儀式 國家元首要代表政府 跟原住民族群道歉 你要跟我道歉 你應該要來我家啊 你應該有看過我們的總統府 是長怎麼樣了 一個非常象徵威權的地方 形勢上我自己很不喜歡 很沒有誠意 小英就從到我們距離很近的地方 他就揮手 他應該要做一個道歉的事情 而不是 我覺得那一刻我好像有 懂了一些事情 我們在8月3號開的記者會的那一天 小英有到凱道 要我們給他時間 所以我才會到凱道抗議2644年 在帳篷就是天氣很熱 很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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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算偷光衣服了 你還是很熱 對我來講最辛苦的就是熱 就會長滿的是症 原住民族群的文化就是得要狩獵 就是得要採集 為什麼我們的文化必須要滅亡 為什麼我們要消失 其他族群的名男人 客家人 外産人會覺得 這土地權壯通通要還給原住民 這是一個多麼的恐慌的事情 土地所有權壯這件事情 並不嚴重 台灣這個苦難的島上的人 不一樣的族群在我們這個母親這個島上 我們都有不一樣的苦難 但是有一件事情 今天晚上也請你們一定要記得 天安門事件 天安門事件也是剛好35年 香港有一個我不認識的人寫了一封E-mail給我 他說希望我可以為天安門的媽媽寫一首歌啊 然後我在帳篷經過六四的時候 我就寫了一個歌叫三二 一九八九的六四 夜裡的孩子 所以當今年我入圍台語 青年唱成台語 台語專頁的金曲獎的時候 我就覺得 嗯 提一下好了 一個這麼大的國家 居然 連這樣的事情也沒有辦法成功 假設我們要談感情正義 這些都是要談的 這些都是要面對的 其實就是一個母親 我看著孩子在仰望著我 我就覺得 我想要保護孩子 我不想讓小孩失望了 跟孩子說天安門 好 你看 連誦 妙子 這個 故事 很 好 好 好